為了慶祝農民節 六甘町農會特別基盤 183年度 六甘町 各個慶祝農民節大會 以及183年 中華館有一個火災敏感班長 農會三個頭 親自出席 被擁定來優秀農民 感謝他們登記以來 為六甘町農業提供所做的努力 未來也將繼續協助農業 搭著緊貸優良的農業環境 農民在慶祝大會 他在紅老村上去行 華東當中也來辦獎困獎 獎人生樂的農民朋友 六甘町農會因為有農民 跟農業種植者 讓農業生育本地經濟經濟 也提起民提供豐富的農產品 一百十三年 農民人這個標榮 一起到我們一百十三年 會才比賽 一個班長 一個電影 一個活動 其實六甘町農會一直以來 都是做到農業的一個 好頓 它的資助 所以說 農業的部分 可以說是提供到我們六甘町 很多農產品 讓我們很多的記憶 生活上 可以說 非常方便 所以說 也可以說 帶動到我們六町町 一個對來和對外的一個經濟 一個通農 所以說 我希望說 接著這家的這個活動 可以來增加到 我們真的農業 可以做得更好 有很多農民的修理 可以更好 讓他們過得更好的生活 六甘町農會的產品 等級以來 堅持就是三品兩岸 三品就是品質好 品質好 品種好 以及品牌站 兩岸就是說 在十岸的部分安全 還有安全健康 的使用原則之下 來做到開發的一個三品的所在 所以說 今天 在現場 也有成立到 六甘町農會的一種農產的部分 希望大家有機會 希望大家能夠合法跟我們 稍後 稍後 稍後說 也希望我們今天台會 非常成功 現場的這禮拜是 各種六甘町農產品 讓議會的來賓 應該實際六甘町農會用心 而且農會 做回來出現 六甘町農業發展 多中華新聞 林貴英 六甘彩虹報道